那都是 华音经上佛讲得很清楚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哪个不是佛 个个都是佛 你是不是释迦牟尼佛 是啊 释迦牟尼代表什么意思 能忍寂寞 你对人一片慈悲 对自己清净平等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你跟他一样 你一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无量慈悲 无量方便 样样的无量 无量光 无量手 你识点 你自信本来就是无量光手 那么你今天 因为 你迷了自信 你迷失了无量光手 那就不叫 不趁你做阿弥陀佛 你本来是阿弥陀佛 现在不叫你做阿弥陀佛 叫你做凡夫 是这么个意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只要现的是相 无论是什么样的相 看得见的是相 听得见的是相 阴神的相 别闻得到的也是相 气味的相 谁能够尝得出的酸甜苦辣咸的相 都叫相 没有一样不是虚妄 六根是虚妄 六尘是虚妄 六十也是虚妄 三小 感谢观看